LED吸鼎燈PK省電燈泡 8年省6000元電費 常聽到燈光美氣氛家 燈光是房子的靈魂 同時也決定了家的溫度 很多民眾覺得就是說 我客廳擺一個 一般的美術燈它有造型 比如說我歐款的日式的 整個比較有feel 不過燈泡使用可是門大學問 而且決定了你的荷包 大家都知道省電燈泡 不過它可不是最省電的 以上是8年的LED吸鼎燈 外觀看起來很樸實 卻是熔燈省電一個寶座 就讓根據達人來受招 如何挑選燈泡 LED它是環形吸鼎燈的時候 因為它的照射角度會比較大 這個空間照射比較均勻的擴散 傳統吸鼎燈無法均勻照亮整個空間 傳統的裝燈泡的這種吸鼎燈 它的燈泡橫放它的光源 照下來的那個距離比較短 所以你天花板很亮 可是下面是暗的 即使採用了省電燈泡 省電效果也沒LED吸鼎燈好 以5到7坪大客廳來說 裝5顆21瓦的省電燈泡 以每天使用8小時 應使用2920小時每度4元計算 一年電費大約1226.4元 若改成亮度相近40瓦的LED吸鼎燈 就可達到同樣亮度 每年電費約467.2元 相差了兩倍以上 一般燈作家5顆省電燈泡 含人工安裝與耗損燈泡費用 8年至少4500元 一座LED吸鼎燈約5000 使用壽命8到13年 硬體耗損費用似乎差不多 但光在電費上8年就差了6000多元 LED吸鼎燈可調光 擴散度高 顏色性佳 還能省去換燈泡的麻煩 雖然外觀比較單調 它這個燈具它本身 讓你感覺沒有壓迫感 那你白天開燈的時候 它感覺就是沒有燈的存在 適合你搭任何的裝修 在居家風格與荷包的考量上 就看個人如何取捨 民眾黨說買不了蘋果 但是你可以 只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